哇 真的非常殊胜 那对于现代人 我们参加这次的法会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好处是很多方面的 可以从身心两个方面来讲 身体方面 因为我们为什么有病 我们很多人 为什么身体上有各种各样的病 实际上很多病都叫业障病 都叫业力病 是我们五十节以来的生死轮回中 我们的这个灵光上 携带了很多的怨气来到精神 通过我们这个肉体 这个气 这个气泥来释放这些怨恨病 那么在释放的过程中 使这个怨恨得以化解 那化解了我们的病就好了 那么有一种人 他是被动的化解 就是什么 就是你必须躺在病床上 去花钱去吃药 这个是没有智慧的 你在化解的时候 浪费了大量的财力 同时身体上 又忍受了极大的痛苦 但是佛法的殊胜是在 卫病 就是你还没有生成病 或者病暂时还很轻的 这个天 这个时候 你可以通过参加这种大行法会 那么身心都投入进去的时候 那么会产生神奇的效果 那一些小病呢 参加完会就没有了 一些大病呢 就转轻了 那么所以是这种法会 从对身体的这个再造 身体甚至是到唐密的这个 一生成就法中 还有身体的光化 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么在这种的大法会上 这么九个盘城 解成的强大次产 对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 生命的机体再造 那是卖法法比的 你平常修点小法 修点小树 那个什么才好 同时呢 这个对灵魂的这个升华 对生命的这个进化 它的意义十分极大 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这个收获 那么实际上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 不是为了这个钱 不是为了这个理 这些东西叫过言言语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工作 为什么要生病 为什么要有一些顺利 或者不顺利 实际上都是了 各种各样的缘 那么只有把这些缘了掉了 你的灵光才能收拾缘满 你才能成功 你才能一生成功 所以是 那么你这个 在五十节的这个生死轮回中 我经常这样讲 你到底都在什么 世界中轮回过呢 所以有些人做过动物 有些人做过天人 那么上天入地 我们在这个五十节以来 都曾经经历过 你做人的 你可以通过人的努力 这一生在人间来消灭 这个罪业 但是你在初天犯下的业障 在这个地底下犯下的业障 怎么去消呢 所以说我们没有上天入地的本命 如何能够消 恰恰这一次的十八节 一体都来到新加坡 都来到这个场中 那跟你有缘的众生都来了 就有机会消 那么并且消 是借助你自己的这个心力 自己的这个虔诚 自己的真心 那么加上诸佛菩萨的加倍 这个叫自力跟他力的合力 那么可以借着佛的这个威光 把他们做化走 众生 本来他这个所有的生命 都是为了进化的 他都想受佛光的照耀 能够去生到这个一生成就 或者是往生进度 所以说你真的发愿 在这个大法会上做功德主 来超度九族 或者是超度自己的历史的 这些冤金债主 或者甚至帮父母的酒 父母以及父母的这个父母 那上去你的九族超生 那么都可以实践 都可以实践 所以是 那么这样 就对我们灵性的这个圆满 它是一个极大的助力 极大助力 所以通常参加过这样的法会 过一段时间 每个人都展现出智慧踊跃 那么还有这个精力旺盛 等等的这些殊胜的这个怀疑 那就只有你身上背的包袱清了 你走起路来就清了 所以事业也不顺 所以说呢 并且在这个 从这个现实上来讲 如果你们中间有一些 财还不是那么如意的 事业还不是那么如意的 家庭还不是那么圆满的 这个求孩子还没有孩子的 等等的 你只要是正道的 正心所求 跟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而不是非法的 不能够求着抢银行成功 那个一定不会成功的 你做坏事一定发了愿也不成功 你只要做善 除了不做众善奉行 毕竟其意 那么你所愿悉令满足 所以是 这个这种法会呢 人一辈子没有机会参加几次的 所以是错过了是很可惜的 那很多观众朋友他们也是问 我们参加了很多的寺庙 乐均也做了功德主 那这次参加这样的大型法会 我们还需要这样做吗 这个不是说你一次参加一个法会 就把所有的业章都消掉了 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这个实际上它叫什么 叫怨恨 叫怨恨 就是生生世世 你跟众生结下的这个怨仇怨恨 那这种怨恨的话 就好比你欠钱一样 你欠的钱还了人家 人家还要想给你拿利息呢 所以是你只有多还 你欠他一千 你还他一万 而且他很高兴 所以是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遇到这种大法会 一定要做一些大一点的功德 因为这个是很难 这么圆满的 叫实法性的 连诸佛菩萨 连诸天护法 天界众生 地界众生 都来 那么你在这样的法会中 那么做一点大新的功德的话 那所求的这个火炮就不一样了 消炼的罪业也不一样了 至于说你在其他寺院做过的 那也有效 但是我们无始节以来所背的这个业债 像喜马拉雅山那么高 你不能说是你以前做过了 早都消完了 那消完了你不在人间了 你现在是佛菩萨了 你不会还有个肉身在这 所以我们还有肉身在的都不远了 都还要继续做 好 非常谢谢我们张院长 曾出时间跟我们分享 关于唐蜜的点点地基 那也祝福你 唐蜜的这个大型研讨会 跟法会圆满成功 祝愿大家这次法会圆满 然后所愿必成 投资两天的时间 听四位重量级名师分享 让您终身受益 虽然票价是免费 但座位有限 请福大热线91573080 或上网报名www.ooss.sg 地点是在新加坡 Wubi Avenue 1 大牌343的对面草场 那我们也专门邀请当今 长命主题 台湾开城寺的住持 慈典法师率领分团 重启千年前大唐神功的 孔雀明王残成 与会者可乐捐个人50元 合家100元 公司200元 公责主500元以上 有益者请拨打91573080 或上网报名 www.ooss.sg 观看 宝 ihr